作為遊客的你們一定會很歡喜 拍張照片都是喝咖啡 為何叫潮州味道 年輕人的世界 烤焦有點像大家樂那些 我不是踩它 也是花餐店 所以我心癢癢試其他步驟 中間打了蛋是全熟咖啡 這裡是專門給狗狗玩的 我還以為在這裡喝咖啡 弄得好像喝咖啡 狗狗在這裡玩得很開心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是下午的差不多5時半 我所在為天河城附近 今集影片是會在這裡進行的 天河並不是我一個經常會拍攝的 一個地方 一個題材 但隨著越來越多 觀眾回到這裡遊玩 我覺得這個題材是值得一試的 為甚麼呢 今早我就去那邊看牙醫 因為每兩個月左右 一個半月左右 我就要回來複製一次 枯牙那些 枯完牙我餘位三位 來自多倫多的觀眾 他們都說 畢生你帶著那些東西吃好 不過天河我不懂路 有見及此不宜 又跟大家來看看 現在是下午 說一下交通路線 在這裡天河 是會涉及三個地鐵站的 第一個就是廣州東站 就是一號線總站 第二個體育西地鐵站 第三個就是體育西路地鐵站 我現在所在位置 就是最近的體育西地鐵站 亦都是遠近聞名 有稱是亞洲最多人的一個地鐵站 如果大家回來遊玩的話 又要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話 相信一定來不開這個地鐵站 至於我右手邊這裡 就是廣伯廣場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有未在廣州住的觀眾 應該都可能會聽過 就是對面的構書中心 或者我們會叫書城 在鏡頭正前方 過對面馬路就是書城 如果在左邊一路過去 就會回到橫市路 至於轉右 我講一路 會大概去到企南大學的方向 地鐵站在哪裡 大家看到前面這裡有一個位置 是有人走下去的 因為體育西地鐵站 是非常大的 下面又有很多商場 但是指引都算OK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剛才我出來的時候 我都走錯了出口 這裡當然也會有不少酒店的推薦 但是跟我們平時去開幾大區域 什麼北京路、龍津路、上下九 這裡是會比較貴 在今集影片也會給大家一些推薦 一個就是對面的稀案 由於一個很戰略性的原因 就是我懶 我就懶得過去 就是對面的稀案酒店 大家應該聽到我說不少一次 稀案酒店 261元 大床房來的 說今晚 這個應該是性價比比較高 又或者是366元 我說懶得過去 這裡就是先頭的書市 在那裏都是有去地鐵站的地方 如果你在外面回來 拉著行李 在那個地鐵站一邊出來 你認住 購書中心 一邊走一邊走 往這個方向走 叫天河直街就可以了 走大概10分鐘左右 就會到得到 你說方不方便 但是你又考慮這樣的價錢 三百多元 天河城周邊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因為始終 便宜 就是這麼簡單 不熟悉廣州交通的你們 如果要像我這樣 鑽空鑽 去到歐莊 找酒店 再轉的士過來 的士又打不到 這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而且還有一個事情 大家要注意到 如果你們可能要去 東站坐火車回香港 假設這樣才算 雖然我不推薦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又便宜得來又近地鐵站 但是就要走這一段路 而且再走前一點 大家見不見到這裡有一間銀行 銀行再往前一點 還有一間星巴 星巴再往前一點 其實跟先頭推薦的 稀岸酒店 差不多距離的漢亭酒店 漢亭酒店 就是我上次 在深圳住的酒店的 同一個集團的 雙人房419 已經是很高性價比 這兩個酒店 唯一的壞處 就是要走這一段路 大概 我今早走過 大概是 走到進去地鐵站口 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平價的酒店 不適合你的話 當然我們一路走 都會推薦一些 比較貴一點的酒店 但是地理位置又更為優劣 我們一路走一路說 前面有幾間 不過之前也介紹過 至少四位數 很簡單 並不太遠 就是面前 天河城月海喜來登 大家看看這個 我都不按進去 1516 再走後一點 在正街那裡 都有萬豪 後邊 這個位置 正街萬豪 再來後面 好像還有一間 但我已經忘記了名字 去到萬寧匯那裡 還有一些 比較高端的公寓 基本上 最貴的兩間酒店 又在交通方面 就在這裏 四位數 1500元以上 但地理位置極為優越 以及 喜來登又或者萬豪 應該都不用再多說 有多好 另外我也知道 在正街廣場 我剛才說的 萬豪酒店 是有永東巴士站的 回香港也挺方便的 我想 精打細算的你們 應該不會選擇酒店 酒店這部分 我們繼續往這邊走 就多餐廳 始終天河城這邊 是年輕人的地方 居多的 他沒有辦法 好像說我們回到龍津路 甚麼寶華路 那些 食那些 很老字號的 開了三四十年 那些粵賽餐廳的 大多數都是一些比較心態的 即使是開得比較舊一點 到在面前 大家看到麥當勞這字 走過去也有幾間 吃腸粉都不錯 我們一路走一路說 從對面就是天河城 在這邊找食物 就有點像上一集 我們去到 江南西後面街那些 在這些居民樓樓底 其實挺有格調的 吃東西 還有 這裡是有大夾飯的 如果作為遊客的你們 我強烈推薦 作為遊客的話 真是不錯的 對面就是天河城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寫著E字的 就是體育西地的站 E出口 你從E出口出來 一出來就可以過馬路 一過馬路 對面這裡就是大夾飯 是很方便的 除了大夾飯以外 其實還有幾間餐廳 比如說 昨晚我們曾經過的 腸粉店 前面也有 又或者一些 外省的菜 辣的那些 不過都是有茶餐廳 比如說文通丁室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又或者連鎖式 在江南西都會見到的 阿強家村菜 這裡就是大夾飯 作為遊客的你們 值得來一試 還有一定要早 價錢不算很便宜 有套餐 但是裡面的用餐體驗 我不是說食物 用餐體驗 作為遊客的你們一定會很 很歡喜 拍照相片都不同 至於我們本地人 是十五十六那種 還有如果喜歡食 重慶火鍋我未吃過 不過感覺這些應該挺正宗吧 或者茶餐廳 還有長沙菜 即湖南菜 這個未吃過 另外那間我吃過 都是用老字來開頭的 對面就是地鐵站 一個來就是 原來這裡還有武林廚神 如果吃不習慣那些辣的 怎麼可以 牆壁是頂不住的 武林廚神應該都可以的 有茶喝 最重要 是吧 另外 天河城的店舖 始終不是老城區 那些排水館 應該衛生是會好些的 但我未吃過 我不知道 這個是吃甚麼的 有個蒙古包在裡面的 很有趣 我一枝公就吃不到 這個是吃羊肉火鍋的 是吧 弄得好像很美 這個未試過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可以試一下 他用那些冰鋪在羊肉下邊 去打火鍋 這是有餐牌 我拿了一本來看看 羊沒了 冰煮羊 即那個鍋底 是冰放著 然後一開鍋就融了冰 吃羊肉的 這個是寫不含窩底 128元一份 或者番茄湯底 都是這些價錢的了 歪了 你說要很便宜 跟我們回到往期的 事不可能的 但如果作為遊客的你們 剛巧又在附近的酒店住 都可以一試 都挺真材實料的 我也有一間挺好 不過去到很遠的 駕駛整個小時的車 作為遊客的你們不值 一些日料店 定食 三十多元都有 日式火鍋 如果再行 其實前面餐廳已經會變得越來越少 這裏又是另外一個地鐵站出入口 在這裏轉過去就是地鐵站出入口 在這裏亦都是工商局的一個位置 應該是市屬工商局 在這裏出來 要找的酒店並不太多 都是要走到先頭 我們說是書城 或者構書中心隔離 大家可以的話 最好不要選擇這裏出來 難不難行 都難行 對呀 前面也有勒豐 大家看到勒豐酒店 就在前面 去看看 這裏 方便 支出口勒豐酒店 剛才我都看了價錢 又合理 就是這裏 商床房 500元 今晚即訂 這個價錢很合理 天河城這邊始終都是天河 有很多地鐵站 佈置得是很合理 就像這裏地鐵站出來 又有很多酒店選擇 在這裏對面 對面那個位置 紅色那裏 又有一個地鐵站口 對面又有很多餐廳 是頗方便的 至於現在我就過對面馬路 因為這邊餐廳並不太多 我今晚也要吃飯 我就打算去天河南 那裏走一趟 因為有很多酒店 很難看 還是陪伴 這裏我們做的 就像是有很多品牌 現在已經可以 だから 是 我 你 是 你 你 你 是 你 这餐厅我们就看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天河南 找一些年轻人最爱的餐厅 那些并非年所识 但是又不知为何坐着这么多人 吃的东西又不正经的餐厅 在这里过去 从这里开始 这个叫天河南一路 亦都是有一个地站口 就在前面这个位置 很方便 但是通常这边这些餐厅 就收收起来 有点像昨晚我们去到江南西 看到那些 至于左手边 这里就是天河城 一直往前走 就是正街广场 如果那么巧你们住在万豪酒店 走过来也是很近的 有个小问题 就是在这里基本上 说的都是普通话 无论餐厅也好 游客也好 很难在这里 这里的普通话 普及率是要很高的 大家回到这里 就看看如何选择 我会在前面的口 走进去 这里又有一个地铁站口 正如我先来所说 天河体育西路地铁站 布置的地铁站口 是很多 还有这间 我不知道算不算 唯一一间 在现在中国 很红的一个咖啡店 叫Manna 我应该会 走的时候 再会买一杯 早几天 我们在永远方 看到那个 什么黄油咖啡 其实是他们 不敢说是否初葬 最起码我是从他身上开始知道的 这里就是天河城的其中一个门 这个应该是东门吧 我们走进来 来到这里 你就要慢慢识分 有些是年轻人 例如这里 是吃糖水的 至于隔壁那些 吃牛杂 就是那些打工仔 附人上班的 商务师哥哥姐姐 过来顶肚子 就不必了 前边这些 就有很多 比如说右边这些 你看见它 这些字是打洞的 接着那些字 又分开了两半 这些 就是年轻人店 就没有那么 吃颓废餐的那些感觉 不过这个是 这个是玩猫的 哇 那只猫大隻到 看那只猫 哎呦 一只在睡觉 看那只猫 我说这只 又有狗 挺开心 我们观众都不会回到这里玩猫 但是有的吧 有68元 一个人的 价钱又不算很弥补 你看那只猫 呦 这里大家看见 那些年轻人穿到这样 就知道 这些餐厅看上去 应该可能又会好些了 是不是 有卖衣服的 又有这个 这个好像很多人 排队 吃什么呢 我是不知道的 冰棋林泡库 应该是吃雪糕 我估计 还有这个牛杂咖啡公司 就是早几天 我在兵器房门口那里见过的 那些小妹妹 坐着吃牛杂 很开心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牛杂 牛杂和咖啡混合在一起 这边又有一些 这个我估计 它写着咖啡 应该都是买咖啡 只是只有咖啡 没有东西吃的 还有隔壁 纷纷暗暗的 那盏灯 你看看吃什么 这个我估计 应该不只是吃咖啡 但我相信价钱 并不便宜 我是被人拍照的 其实不是 是喝酒的 应该是 要站在门口拍照的 还有 这里都是喝东西 都坐在这里 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我不懂了 对面又卖韩国衣服 挺容易闹 但真的有没有适合我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又是喝东西 应该也有食物 但我不会选择 我们继续走走 我可能会 看看有没有人式料理 又或者 这里是喝酒的 我估计 看它的名字 这叫潮州味道 即是吃潮州菜 不好意思 都是喝咖啡 为什么叫潮州味道 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我不懂 住又有一些糖水店 旁边这一间 大家看看 又是那些商店 吃饭的地方 作为游客即是你们 我不建议回来 选择这些 但如果是有广东味道 可能可以 旁边有卖什么 Coco 英文什么字 我都看不到 我来到今天 真是大开眼界 我想很多观众 都是大开眼界 这个是吃雪糕的吧 甚至乎 甚至连木竹也有 那么有趣 这个应该是吃蛋糕 看看oramisu 拖匪批 应该是 这些吃了血糖糕 继续走还有这么多 这些真的是全场最光亮的这间 其实我不是走远了很多路 在这里一走出去 已经是地铁站口的位置 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很大 或者我们再走走这边 我猜又吃什么日式拉面 我之前看过一个本地博主 他不是年轻人那种 他不是说那些 好像我女儿大几年那种 他也有例 这个不是日式料理 这个是吃辣的串串 装修得好像日式料理餐厅 年轻人的世界 我有不懂 其实原先我并没有预设 究竟去哪里吃东西 我原先想着 里面总会有一些日式料理对吧 但大家刚才都看到的了 我的频道其实之前都说过 深圳也说过 我很多时候 我是不会有预设 去哪里吃东西 我都是憑象 有点像冒险的感觉 不如试试这间 看上去 多少钱 价钱不太贵 不是那些 看上去很预製菜的餐厅 在这里我吃过几间 之前和太太来过一次 就是在天环广场下边的一个米芝林餐厅 其实都挺好的 如果怎么选都选不到 我就会回到那里 我会继续往正街广场的方向走过去 看看还有没有选择 不过我觉得都是打定输数 各位观众就可以像我那样 如果你在外面回来 想慢慢试慢慢找 你不如看看我的影片 我相信对我吃的那些 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去再说 像这些 你看看他在外面吃什么 有人进去 我真的看不出他吃什么 吃蛋糕 我断股 欢喜光 看了很久 我都看不明白是什么 他上边有一数码 他上边才知道原来是吃素菜的 真是搞笑 这个有什么 蟬月特色 这些素菜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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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回到天环廣場 吃米汁年好过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位 我们下来看看 正前方天环广场 其中一间 也是很值得來的商場 各大豪品牌都有 例如賣碎果電話 我就不一一介紹 就是以前的弘城廣場 例如瑜伽服 千多元件 再走前一點 現在入夜大家看到 這裏就是我先頭所說的 正街廣場 即是萬豪酒店所在地 對面又是非常之熱鬧 除了我先頭所說的米芝蓮玉菜餐廳以外 其實都是很多食物 但價錢就肯定是相對貴一點 就是這裏 我進來天環廣場 我先頭所說的就是小丙姓 我之前從老婆來過一次 不貴的 其實挺好的 但有個問題就是 我來的時間不是太好 我一個人這麼大把 都是要等十張桌 現在是剛剛開始吃飯時間 等十張桌 那怎麼辦呢 唉 太多人了 我轉了場來 這個是石板街吃飯的 是這種西不西中不中的 香港澳門式的茶餐廳 已經點好食物了 叫了這四款 其實消費跟仙頭那裏差不多 不過仙頭那裏會好一點 始終都是米芝蓮 黑叉燒 剁肉餅 白飯 以及叫了一杯鹹 它的食物都挺多 我終於想到這次了 薑蔥雞扒露定 又或者賣光的菜心 又有小銅餐 甚至乎豬扒包都有 如果想吃一些 比較廣東式的 粵式的菜 有這個 山菜魚肉 其實先頭我真的有考慮過這個 不過我又不太喜歡吃魚 所以作罷而已 煎釀三寶 也有6元 一份18元 其實都可以的 瑞士汁雞肉不算 粵菜吧 薯條也有 咖哩魚蛋也有 甚至乎豬紅湯也有 碗底刺 雞翼芝蜜 這些都是很廣東菜的感覺 西多士也有 牛奶也有 魚皮也有 來到天環廣場吃魚皮 其實都挺好的 豉油雞 這些是廣東菜的感覺 42元是一例 72元是半隻 鹽焗雞和黑叉燒 就是我才選擇了 甚至乎還有燒味雙片 如果有老婆一齊來的話 可以拿到 但是如果一枝公 想吃得再簡單一點 這個叉燒飯也是可以的 38元是合理的 鹽焗燒雲飯各種一應俱全 挺好的 還有海南雞飯也有 半隻72元 天環廣場都是正常價錢的 又有泰國風味 馬來風味的雞飯 牛腩 一應俱全 不過我選了這個雙肉餅 我想選一些廣東式的味道 滑蛋蝦油 倒油 甚至乎慢燉牛 即是牛水骨 又或者牛呀牛或者田雞 基本上都是豬頸肉一應俱全 還有還有鐵把餐 豬頸肉飯 還有這個才搞笑 這個涼瓜牛肉飯也有 甚至乎打火鍋 一應俱全 這次我就鹹零七到了 很快我的叉燒 到了OK的 粉紅油 不知道味道如何 賣相如我 其實我是很喜歡黑叉燒的 這個也不算 我最喜歡的那款 最重要是外邊是脆的 中間是肥一點也無所謂 每次看這一部份 這一部份 這些部位我最喜歡 這一行也可以 其實四十多元 在天環廣場 都OK的 但如果有一間 先後小丙城是首選 現在的餐廳客人也越來越多 來到這個時間 七點鐘都未夠 七點鐘都未夠 還有位置剩下的 除了遊客之外 其實還有些洋人 試試炸燒 真是手忙腳亂 很少來天鵝拍攝 都是這樣的 試試試看 試試看 這個 好像很焦 有一點點像 大家樂裡面的那種 我不是踩它 也是快餐見味 其實如果要回來吃月菜 都OK的 我覺得這個味道 這個餐廳我第二次來的 上一次來天環廣場 其實不是應該這麼說 天環廣場我吃過三個餐廳 這裡是其中一個 兩間都是月菜來的 上一次我來做電話 樓上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過數居 我沒有得用手機 怎麼辦呢 我叫它給現金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時候好像是 下午兩點多 沒什麼人的時候 肉不算很上舌 咬下去很難的那種 而且不算很焦 我可以接受再焦一點 既然建置 還有碗飯五元 其實都很合理 第二個就是這個肉頂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呢 因為上次我在隔壁小丙聖 那裡吃過肉餅 它的蒸肉餅二十多元份 很划算的 所以我心癢癢 嘗試其他步驟肉餅 但它中間加了蛋 是全熟的 但是雞蛋來的 真的得意 OK的 醬汁都調得不錯 就是少了那種精緻感 帶回靚去 還有份量都OK多 我試一下這個步驟 其實我是很期待很焦的 這些步驟 但它不算很焦 這些呢 平時跟老婆出去 小吃 她是很討厭吃叉燒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回到天河城周邊 我想吃這些 坐下預菜 其實並不太多 應該在鎮街廣場裡 也有些 但是鎮街廣場 太大了 上到天河城上 還有道香 我知道 基本上就是這幾個選擇 又或者一個 體育中心地站 有廣州酒隔 我知道的就是這幾家 繼續吃這個叉燒 嗯 嗯 這裏有一格 這格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吃 所以沒什麼所謂 這格 看起來好像焦點 嗯 鮮滿 嗯 這格焦點 嘗嘗這格 肥一點 尾狗 但是這格 會不會是我最喜歡的那種狀態呢 我老婆喜歡吃滷水那種 我很喜歡吃那種 她吃到那種很開心 但是那種是常常見不到的 不是 那種是常常見不到的 這種就見得比較多 這樣 就是先頭這個部位 講解一下 但是 她都不算很焦的 不算很硬的 即使這些有焦邊的部位 這些 肥肉這部份 就 她可能之前慢煮過 我還不懂 不算很肥 吃起來 沒有了那種油的感覺 這個是挺好的 這種叉燒 或者叫老娘叉燒 客叉燒的做法 最好吃的 常來少聚 大家如果喜歡吃叉燒 可以乖試一下 至於這一碟 我吃了半個 就夠了 KOTA夠 有肥肉這部份 吃下去就不錯 不過KOTA也是算 不算了 我來吃這些健康的食物 這些一看就知道健康 嘗試一下健康 在那個碟面 連鹹蛋也不用 其實應該吃這個 這道菜 因為這道菜 其實 挺煩的 小時候媽媽經常會做 沒有雞蛋 剁肉餅 但這些肉餅吃起來 不像媽媽小時候煮的感覺 我媽媽煮的 沒有那麼彈 這些像肉丸 然後又重新做 做過造型 鋪上去 沒有馬蹄 那些在裡面 但你說有沒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味道 它又沒有 各位觀眾 如果回來 又真的要來這裡 又真的要吃肉菜的話 我想 桂菲雞可能會好些 燒辣他們應該做得不錯 但這道菜應該都是現蒸 就不是蒸好 蒸肉餅 沒什麼理由蒸好 而且它都黏底 它也有一點黏底 在這裡看到 但就沒有馬蹄 都OK 三十多元 忍不住 我又吃多一塊叉燒 吃了一塊瘦 是好吃的 但真的來我吃過最好的 有一點兒距離 因為我吃過 好看的叉燒 這種黑叉燒的做法 醬汁會比較激 像麥水那樣 它都是稀 它不是說 是放很多糖做出來的醬汁 它就不是的 我說好看的那種 至於這個 這隻蛋是奇怪怪 但又不太討厭 但就真的不是 小時候媽媽煮的味道 又或者老婆煮的味道 甚至乎有時候 街邊的店舖 然後呢 蒸飯店的16元份 都不是 但不要這樣比 而且價錢也不錯 天環廣場 很難搖 就是喜歡這種搖搖搖的感覺 吃飽飽 大家看上去那一點 如果可以說 都是回到小檳勝好一點 但如果說到粵賽來說 都不錯 價錢也不太貴 天環廣場 這位置就得天獨口 大家看看 這裏就是進去天環廣場 這裏賣飛人波鞋 這裏對面 天河城 我想應該都沒有甚麼觀眾不知道 再來這裏走過去 就是天河南 先流我們經過那些 不懂年輕人的世界那裏 那裏 我繼續帶大家到處走 來到這裏 你選擇是可以有很多 你覺得不對 那裏有8pm 你可以去廣州塔看 廣州塔下看 上去就無謂了 你覺得我要購買的 走過去天河城又可以 又或者你想買一對 飛人波鞋 這樣又可以 其實都挺漂亮的 然後這裏又有奶茶店 喜茶弄得好像賣GucciLV 賣波鞋 一應俱全 是挺好的 而且還見到恒大中心 市現在都是會這樣做的 專門出這裏的專屬版 又或者上面寫著天環兩個字 例如喜茶 來到這裏 拍照打客戶 如果是夠年輕的 買一杯飲一下也不妨 但也要看著血糖 例如像叉燒一樣 好吃 但我真的不敢吃完 再來這裏 真是很喜歡喝咖啡 這裏又是喝咖啡 天環廣場的咖啡店 但又可以和狗狗玩一下 這裏 可以和狗狗玩一下 狗狗走來走去 很開心的 不是喝咖啡 這裏是專門給狗狗玩的 我以為這裏喝咖啡 弄得好像喝咖啡 狗狗在這裏玩得很開心 至於這裏下去 就是下面天環廣場的方向 各大名牌 一應俱全 賣蘋果電話 星頭港的飛人波鞋 M字站在這裏的咖啡店 還有很多年輕人喜歡這樣 我覺得是不太明白的 要接觸多些年輕人的世界 就是這樣坐著在這裏 又或者是綠色漢堡包店 一應俱全 有這三個箭咀的滑雪褲 又可以賣 裏面走進去還有很多餐廳 又有電影院 如果想吃一些 接地氣的餐廳 去到先頭那些牛雜蕩 又可以 在這裏可以遠看中信廣場 我想天河城 中信廣場 和體育中心 應該即使不是廣州人 或者應該是廣東人 應該都知道是甚麼地方 在鏡頭正前方走過去 其實還有很多餐廳 我就不一一細數了 於鏡頭正前方一路看過去 就是廣州塔 對呀 你不用去很遠 在這裏看下都能看到廣州塔 不過就遠一點了 一路和舅舅在這裏玩 一路看廣州塔都不錯 還有大家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方形的 就是最高的那棟樓 如果我沒有記錯 至於旁邊 遠遠的綠色 就是上次我和父母去 8月15日吃飯的那棟樓 應該沒有記錯 我現在就去接觸年輕人的世界 我就一於去天河城 應該是E出口地站 買了一杯咖啡飲 大家看不看到永東巴士 這個鐘樓 不好意思 永東巴士就在正街廣場 即是鏡頭後方 我現在不過去了 因為這個時間都不早 7時半 這裏是好玩的 晚上才好玩的 就不像龍津路 龍津路就要5時最好玩 又或者早上早上 回來玩一下 看看廣州的現代化的樣子是怎樣的 喝咖啡都是不妨的 但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不是你遵守 是看著有沒有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那些電機 這個都不是電機 大家一定要小心 他還要一直看著兩部生日電話 他還要一直看著兩部生日電話 來看見 這就是這了 終於我便來到 還有香蕉拿鐵 不搞笑 當然不喝 我們要喝正常的 芝士拿鐵 淡黃油 這都是我想喝的 我再看看下方 龙井,桂花,一切都有 还有这个SOE酒香 有酒精 不得而知,还有冷水咖啡 下面就是一些正常口味 Fat wine 这些 都是有的 这个,20元这个 因为它够小杯 因为太大杯,受不了 还有可以选择大热杯 大的冰杯 我选择冰杯 就这样 这品牌就到了 就是12盎司一杯 我刚才问过美女姐姐 她说其实不是加牛油 在国内有黄油 即是牛油,它只是一种风味 因为这里很多年轻人 喝东西之外还在拍照 真是很开心 究竟是隔壁重要的 还是拍照重要的 年轻人的世界真是不同 味道有多少层次 有多好 怪不得这个咖啡店很厉害 现在又说市值多少多少钱 好像说最初是不愿意开这么多分店 不过这些 我觉得都是灼头 无非最终都是如何引入投资者 然后自己离场 好像喜茶那样 挺好喝的 今集影片也到此为止 今天也尝试过去了解 年轻人的世界 原来是这样 其实天河城附近 还有一个商场叫活力天河 那些更夸张 更年轻的 我女儿去到都未至鬼不如 就是理解不了 很多东西都是 因为始终不是很 我们广州的感觉那种文化 是多一些 比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去感受的 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下集影片见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并 lumberico 好 我们聊到 好 我就 好 还好 好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